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早晨 好大聲 歡迎各位來到 神的家裏面 一起的敬拜神 祝我們一起起立 我為今日做祈禱 慈悲人我天父 親我救主耶穌 好歡喜 我們今天可以來到你的殿裏面 去敬拜主你 求你此刻你的靈與我同在 讓我們在這裏都能夠全虐心靈 誠實去敬拜主你 求你的靈在我當中運行 讓我們都能夠聽到你話語的意思 求主你藉著你的仆人 全港屬於你的信息 返完今日的信息 讓我進入每位的弟兄姊妹內心裏面 讓他們都能夠明白你話語的意思 將整個聚會交託 求主你掌管 為到未回到我當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求你保守他們 腳步快點來到我當中 一起敬拜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聖明 是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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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好 感謝神見到大家弟兄姊妹又回來聚會 請大家繼續起立 我們來唱一首天上的歌 做一下運動了 這一首歌我們有 小小的動作 好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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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一门 心里又想全都沙落 是不是头上的乌云 心里面的忧伤全都沙落呢 好 请坐 赞美的神 我们是不断地去赞美 我们再唱另一首诗歌 让赞美 非让 在这灰烈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充满着你 那真是真是他的门 赞美的神 那真是珍貴的 ressing 我们是有性 在一首诗歌 上一首歌 要赞美 让张力从事出生前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好轻松的一首诗歌 大家大声唱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你 他沉写进入他的魂 愿赞美进入他的意愿 几苦跳舞人生欢呼 凡有其心荣耀祭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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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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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让衣服在同众飞舞 让我们的心上神参叹 早晨 你们好 神爱 你们好 好 为最后这首首诗歌是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盆石 请坐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盼石 我尽怀你 你的慈爱 丰盛地诗歌 永远以你 不愿见你 等万等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盼石 我的成就 我赞美你 你必须是 奔着你细致 永远也见你天下 我要光复 送你去双手 尝你养生的疼 和你无恙 仍然 你的光源 以你港 是 我的天本的童谣 仍然 在我们灯下 和你终于你同行 愿意愿成 凶行所以我分 steep 我要欢呼 色你去双手 交你丢's the matter 你让我出身 bankruptcy 我的法 Hero 祢是我的存在 谁能因我已生下祢 我已生下祢 福福尽拜 请大家一起来 我们唱着下次 我的神 我的福 我的盘神 我敬拜祢 祢的群安 丰盛的事 永远见祢不变见祢的荒诞 我的生 我的福 我的成就 活着美丽 祢的心事 满舊的心事 永远远见祢天降 我用欢呼 向祢去双手 向祢养生高畅 哈利路亚 祢的心愿我们 是我的力量荣耀 我用欢呼 向祢去双手 向祢养生高畅 哈利路亚 我用欢呼 向祢养生高畅 哈利路亚 我用欢呼 向祢养生高畅 哈利路亚 请坐 我们唱诗歌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主席 继续读今日的经文 讲到的经文 今日的经文记载在国陆多后书 六章一至十节 如果方便的话 请大家一起读 开始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 不可逃受祂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月亮的时候 我应远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答够了你 可那现在正是月亮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有人蓬来 免得借职群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恨 穷佛 困苦 鞭打 奸禁 妖劣 勤劳 敬醒 得识 连结 知识 恒隐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异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人意的兵器在左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命 美命 此乎是诱惑的 却是诚实的 此乎不为人所知 此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此乎受责罚 却是不自善明的 此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此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付出的 此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此乎 经文导员 今天我们很欢喜由宋国中牧师 在他当中全港神的讯息 讲到的题目是 和平使者的生命品质 将其能交给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亲友 大家好 让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祈祷 亲爱主 我们多谢祢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 大家聚集一切 我们敬拜祢 我们透过诗歌 我们赞美祢 我们也都透过学习圣经的话语 去跟从祢 向主祢的时候 安静我们 别人心求祢的灵 引导我们 用祢的说话 去建立我们 我们多谢祢 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继续是哥林多后书的 我们去到第六章了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一方面好像千篇一律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你们做什么 喝杯水 可能有点不同 喝杯水 跟着赶不及 快点去到一个地方 每天好像都是那些习惯 千篇一律 但是另一方面 又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和挑战 突然间一个电话 可能会令你跟着那一段时间的 生活是搞乱了 突然间一个通知 突然间一些报告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是我们医疗之外的事 搞乱了我们本来好像千篇一律的生活 在我们所预见的那些变动里面 尤其是一些不如意的 一些患难的事情 往往在这些事情里面 就不知不觉地暴露了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一些品格 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特质 例如2019年12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12月尾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哇 中国的武汉那里开始有个病菌 跟着去到三月 我们这里就很紧张了 我记得三月的时候 哇 你开车走到highway上面 从来没有那么爽的 那些没有车的 你可以慢这么吵油也可以 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突然间来一个新冠病疫 我主意觉得真是暴露了好一些人 甚至去到很大的范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或者一些政客 他们的本质 他们的人格都暴露出来 对于这些疫症来说 同时都显露了一些医护人员 他们那种不忘初心的 那种医者心 那些牺牲的精神 日日夜夜在那里 来去服侍那些病人 但是同时呢 也都暴露了另外一些 可能他们都是医护人员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使命感的 一些人 一个个这样的疫症呢 好像给我们人类一个大考试 那样将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暴露出来 疫症也都考验了一个信徒 去那个热心 去那个信心 是真或者是假 是稳固的 或者是不稳固的 有时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些苦难迫白的时候 是将教会里面很多新的信徒 真的信徒显露出来 也都使得有很多的不是真的信徒 或者不稳固的信徒 他可能被自己淘汰了自己 因为信心不是真正建立在基督里面 同样一个疫症呢 虽然好像不是好像 迫白那样的严重 但是都是考验了我们信徒的信心 疫症慢慢过去 那很多的基督徒 是不是能够恢复以往这样的生活呢 是不是恢复以往这样去敬拜神呢 这个是我们的考验 真的 一些突而其来的事 尤其是一些我们不喜欢发生的 不如意的事 往往就将我们的生命 那个深度或者浅度 是显露了出来 人家可以看到我们 但是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当这些突然其来的 不如意的事 可能一个通知 可能发生一件什么事 一个电话 一封信等等 这些事情 就将我们自己的本相 表露出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看到自己 好的时候 是我们当局者迷 看不到自己 就要我们身边的人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身 可能我们的身边人 就看得我们清楚一点 说给我们听 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时候又考验 我们够不够谦卑去听 去接受 因为很多时候 发生突而其来的事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 旁边的人看清楚一点 说给我们 那我们不妨真的要欠卑去听一下 去知道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心 那个深浅度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 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那些祭愈和很多的变动 苦难里面 反而显出了他作为神的仆人 作为一个全和平福音的使者 他那个生命的品质 他那个生命的品质 出来 别人信耶稣 不要妨碍人家得到救恩 我们要记得 撒旦最大的关注是什么呢 就是要阻止人家信耶稣 但是保罗 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他最大的关注就是怎么样 不要妨碍人家信耶稣 那保罗是怎么样 表明他自己是神的用人 他作为一个和平福音的使者 他的生命品质有什么特点呢 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整章的圣经里面 其实是保罗对《哥林多》这个教会 在前面很多的解释之后 进入去这里 就是一些给他们的劝道 在这些劝道的子女行间 不时流露出这位忠心的使者 他那个生命的品质 无论是他在大人信主上面 就是传这个和平福音上面 或者在他把握机会上面 或者在他自己的一些行事为人上面 都表露了出来 突显了一些美好的见证 是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说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道 第一点他说 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 我帮神同工的劝你们 之后不单止是保罗的劝 亦都是上帝的心意提醒我们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这是保罗第一点给《哥林多》的劝道 亦都是保罗自己的生命特质的其中一点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我们不妨有时自己静静一个人坐着的时候 我们去计算一下 计一计 你受了多少神的恩典呢 那可能没有啊 不是很多啊 那我们不妨叫大卫来帮帮我们 给我们一些提示去看一下 我们受了什么恩典呢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业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那可能你说没有啊 没有医我疾病 但是 我们想想我们一生有病过多少次啊 不会有哪个人未病过啊 是不是 在这个世上那么多病菌 一定有病过 虽然我们说是吃药好了 我身体的免疫能力强 快点好了 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可以发生吗 大卫说 去医治 神医治他的一切疾病 其实最重要的一样就是说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业 我们有多少个规限 多少个过犯呢 但是神都赦免我们 尤其是赦免我们的死刑 让我们去得到永生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以仁爱慈悲做你的冠冕 在生活上面给我们很多个恩典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应返老还童 不单只有精神心灵上面的福气 还有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像保罗 不要屠受他的恩典 今天介绍给大家一个成语故事 讲到报恩 知恩 忘恩 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是什么 知恩徒报 还有什么 不要忘恩负义 喝水又怎么样 思缘等等 这些成语 这句成语有点特别 但是我们很少用这句成语 这句成语你见到我将它结草 然后隔一点空间 但是含环 结草 拿那些草结上来 含环 原来这个故事是有一段故 而这个故事是有点像民间传说 不过它又记载在中国的古书左转里面 不是向左转的左转 是一个古书 传记的左转 他说在那个记载里面有一个在战国的时候 中国那个时候战国打到乱世龙 说明战国 有一次秦国那个秦焕公他就派兵派了一个将领 一个大历史的将领叫道会 他就去攻打晋国 那进国就派了一个将军叫做毅火 那边一个业 去迎战 两军打到很厉害的时候 这个秦军其实在战国的时候很强的 在战争的时候打到乱世龙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老人 他拿了很多的草结成了 就是长长好像一条绳那样 或者怎样 就用这些草结成的绳 就整跌了秦国那个将领 到会 他是一大历史的 整跌了他之后 就被这个毅火有机会去生禽了 就打赢了这场仗了 虽然秦国是侵略他的 大家去打赢了 那一晚他睡觉 他就说这个老人家是谁 他真的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在梦里面 这个老人家又出现 这个是谁 你是救命恩人 你是谁 这个老人家就告诉你 我呢 这里有一段故 用简单一句话 就很难说 就是说 我呢 就是那个 你 将 有一个女孩 就是你爸爸 有一个妾侍 是你爸爸很爱的那个妾侍 你呢 将他 改嫁了给另外一个人 救了他一条命的 那个女人的爸爸 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毅火他爸爸呢 当然也是一个 将领 或者什么 在他 病的时候 那他 他有一个 很 宠爱的妾侍 那他呢 就帮他的儿子 魏火 说 如果我死了的时候 呢 你将这个 就是这个妾侍 改嫁给人 不要 误了他的一生 不要误了他的青春 这样吩咐 好了 到了他再病 重一点的时候呢 不知道病到懵懂了 神智不清 或者是病到那个时候 心情不同了 很想这个爱妾侍 陪着他 所以呢 又再吩咐 他 他说 我死了之后呢 你叫这个妾侍自杀 帮我陪葬 陪着我 我要陪着我 很害怕 那这个 这个子妾侍 听了两次的吩咐 那后来呢 他爸爸死了 那之后他又怎样呢 他就将这个 他爸爸的这个妾侍 改嫁了给人 因为那个时代呢 女人好像没有什么自主权 那样 改嫁了给人 所以这个老人家呢 就是这个妾侍的 爸爸了 就见到自己的女儿 如果这个魏火呢 听他爸爸 后来病重的时候的吩咐 那他女儿就死了 陪葬嘛 所以呢 这个老人家就说给他听 因为你不听从你爸爸 神志昏迷的时候的吩咐 而是听从他清醒的时候 那个吩咐来去做 救了我女儿的一命 现在我来报恩 这个是一个传摄 是不是这个老人家 已经死了都来报恩 就是 报恩呢 一个心情强烈到这样 就是 如果我今生不报到恩 我都死了我都要报恩 就不是说死了我都要记住你 那些不好的事 是死了我都要报恩 那么强烈的一个报恩 这个是一个故事 另一个故事呢 就是含幻 在汉潮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孩 只有九岁的 叫杨宝 他呢 有一天走在山上 那里面呢 就见到有一只黄雀 这个黄雀呢 就被一只 麻鹰呢 去攻击它 去刀它 弄到它 去伤了 可能刀到很多毛都掉了出来 那他呢 就赶走这个麻鹰 救了这只黄雀 就带了它回去 放在一个吊箱里 给它吃 那样 那样 经过了差不多 成三个多月呢 这只黄雀的毛 就慢慢长出来了 可以飞了 那他呢 就放它出来去飞 日头飞出去 晚上又回来 日头飞出去 晚上又回来 但是呢 后来又见到一个黄色衫的一个童子 不知少年人的年龄如何呢 就走来送给他四个环 他说呢 这四个环呢 是我报恩送给你的 这个黄雀含 这个四个环送给你 这个环呢 没有什么金钱的价值 但是呢 你将会有 除了李之外呢 还有三代呢 都会在朝廷里面做高官 并且是非常廉洁的高官 三代都继续这样的 一代第二 李之后的三代呢 都是这么好的 那这个呢 可能呢 哎 真是假的 讲故不要博故 他那个呢 是一个传说 但是就用这个传说呢 去提醒我们一个 就是那种报恩的强烈的那种意愿 死了都要报恩 所以 如果我们受了神的恩典 保罗说 不可屠受得的恩典 OK 那怎么报恩呢 看下保罗怎么报恩 保罗的报恩呢 给我们提示在第二节 因为他说 在越纳的时候我英韵了你 在拯救的时候我答够了你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因为那些动词是有现在式 过去式的 那英文圣经 都要讲的上半节 越纳的时候我英韵了你 拯救的日子 我答够了你呢 那个英韵和答够是 那个动词是用过去式的 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 那个意思 保罗的意思就是 既然神在越纳的时候 英韵了我们 在拯救的日子里面 答够了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要趁着 今天还有 就是神仲越纳人的时候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把这个救恩去传给另外一些人 所以下半节那里说 看下现在正式越纳的时候 现在正式拯救的日子 现在还是一个拯救的时候 还是一个拯救的日子 之后 现在救恩的门 还开着的 未闪的 还有机会的 我们赶快去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将福音带给人家 使人家都好像我们这样可以蒙恩 有时有时我们见到有些什么 哎呀 哎呀 可以在网上申请些什么 什么好东西 我们又说给我们那些朋友们听 快点啊 快点填表 快点填表 还未过期 还有机会 还未截止 快点填 这句话好像这里 就是这样 保来 现在还是拯救的日子 救恩的门还未关 快点啦 快点啦 现在就是啦 快点去全阳 这样的意思 我们呢 很多时候看这个下半节 看啊 现在正式元纳的时候 现在正式拯救的日子 很多时候呢 就是譬如在报道会里面 或者甚至我们呢 去鼓励人家信耶稣 快点信耶稣啦 现在正式元纳的时候 好像这句话呢 是向未信主的人说 但又知道保罗在上下文里面 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只要这句话呢 其实是向信徒说的 不是向未信徒说 当然我们都可以 应用它来去 传福音的时候用 但是保罗的原意是 向基督徒说 向我们说的 机会呢 往往是在我们失了之后 我们才觉得珍惜 我们才觉得珍贵 机会还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不觉得是这个机会 我们不觉得有一回事 等到突然间 一个机会过了之后 我们知道 哎呀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所以保罗说 看啊 现在正式拯救的月纳的时候 现在正式拯救的日子 所以这句第二节上半呢 就是讲到基督徒我们的经历 我们已经蒙恩了 下半节呢 就是讲到我们的责任啊 我们已经蒙了恩 我们就要报恩了 趁着这个时候去传福音 我们有没有报恩的实际行动呢 或者我们很久以前 我们只是单单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是不断继续求神的恩典 神要赐福我这样 神要帮我解决这样 神要给我这样 帮我那样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不断去求恩求恩 王明道呢 有写一本书呢 叫做常感恩先生 我们可能是上求恩先生 上求恩女士 上求恩上求恩 基督徒我们是上求恩 但是我们留意保诺那句话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不要屠受主恩 有一位个师母 在香港的 不在那裡 那他呢就 他平时呢 不是很喜欢讲话那种人的 但是当他那些 小孩大了之后呢 他就心里面觉得 现在我都不用那么劳累了 小孩更小的时候 送出送入 常常要看着他们 当然他们都大了 生活都没有那么多负担了 穩定了 尤其是时间上面 那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破格 不是破什么规格 破他的性格 他不是很喜欢讲很多东西的 那些人 但是呢 他都去参加教会 一些传福音的 团队啊 一些工作啊 常去探访一些 不是很熟悉的人 人家介绍他就去了 这样 你去呢 向人家传福音 他说 既然神给我那么多恩慰 他小时候呢 他就在加州那裡 他妈妈很早就手挂 带着他 他和那些兄弟姐妹呢 就去了加州那裡 那他说 他小时候呢 他妈妈怎么养育他们呢 他们很困难 他妈妈在加州的时候呢 等于很多 在这里有时候呢 就是 英文不懂多啊 没有什么工作的技能 或者等等啊 机会啊 那他只是做一些车衣 那样去养活他的小孩 生活很艰难 那他说 他妈妈呢 他们小时候 他妈妈呢 等到人家那些街市收档的时候 那他就走出去 那些菜籃啊 那些地方 有很多人丟那些菜呢 丟在地下那些呢 他就收拾那些回去 洗乾淨去 这个就是他们的食物 那样去过生活 那个时候 那他呢 都读到大学啊 那所以他说 现在呢 我们的生活稳定了 儿女都大了 这个时候 是报恩的时候 所以呢 他就用他的时间 来去做全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和平使者的 生命品质的表现 有一个感恩的濕 不只是有一个感恩的心 感谢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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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呢 还有一个感恩的行动 耶稣曾经说一句说话 他说 多吸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们越多领受神的恩典呢 我们就应当更加做一个有恩于人的人 英文呢 恩典呢 是怎样说呢 grace 那另外有一个字呢 是相似变出来是什么 graces 如果我们越是一个有很多grace的人 就是我们得到很多grace 我们就应该要做一个graces的人 the moregraces we received the moregraces we should be the moregraces we should be 其实我一点都不配 等等 如果我们说我们一点都不配 这句话有时我们都会 其实都是一个谦卑的心 哎呀我真的一点都不配 神给我那么多的恩典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让这句话 我一点都不配的这句话 好像变了一个口头善 哎呀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我真的一点都不配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不配的话 竟然间都蒙受恩典呢 我们就更加应该好像保罗那样 不屠受主恩 不要单单是屠受主的恩典 你想一下二三十年前你的生活的情况 你每一天多劳累 或者你遇到多少的困难 尤其是初移民的时候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不可以一言蔽之 但是你想一下今天 你的生活是多么安定 这些是不是恩典呢 这些不是恩典 保罗啊 不要屠受主的恩典 我们应该报恩 这个就是一个和平是者的生命的品质 里面的第一点 保罗对哥林多的劝道 不要屠受主的恩典 跟着呢 第三到第十节 刚才我们看过 你都可以在程序表里面看到呢 保罗除了去深存感恩 还有一个行动 来去报恩 传恩之外呢 他都很谨慎 他自己的行事为人 他很注意呢 他要使到他的生活 能够去表现了那个福音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 人家不只是想听我们讲福音 人家还想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福音 所以保罗他很注意 他要如何在他的生活里面表明那个福音 表明他是神所用的和平的事者 在消极方面 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个职份被人毁绑 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被毁绑 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 一个和平事者 或者说任何一个基督徒 我们那个生命的品质呢 在消极方面要有这样的表现 保罗是很小心的 凡事不叫人有妨碍 这里是不叫人有妨碍 是怎样呢 不要阻止人家 不要阻止什么 不要阻止人家发达 保罗是否这样的意思 保罗在这里 如果你跟着上文第五章的时候 讲到他做一个和平的事者 我为主求你们与神和好 去做全福音的工作 凡事不叫人有妨碍 就是凡事什么事都好 不要阻止人家信耶稣 不要阻止人家得到这个救恩 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们个人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 规复别人的事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令到人家反感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得人家对福音 却步 甚至可能会使得人家对福音 起反感 我初来的时候 第一年 那时候我住 share人家的房 我周六拿个垃圾袋 装着衣服 搭巴士去洗衣服 去到一个洗铺 统包 中国人 我帮他们传福音 他一轮嘴说回他们 你有一间教会 那样 那样 说到没得回答他 就是 那是一个失见证的事 就是说 布置都登上了 那就令到他对福音 对信耶稣是很反感 保路 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 小心謹慎自己的生活行为 无论对钱 无论是任何一件事都是 凡事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人家对福音的反感不得够 我们伴跌罪人 主耶稣对伴跌别人得够 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耶稣的心情 深呼痛绝 因为耶稣说那一次 如果叛倒人的人 倒不如拿个大磨石 绑着他 扔他到心海里面浸死他 说到好像很严厉的说话 主耶稣是很心慕痛绝这些人 我们要很小心自己的生活行为品格 表现出来不要妨碍人家信耶稣 在另外一个地方 古林多前书第九章 保罗尔也说 第九章二十三节 他说 我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叫人帮我同得这个福音 和合本里面帮我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这个字有点点点 之外原文是没有的 原文的意思就是 保罗尔也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是要叫人帮我同得这福音 得到这个福音就得到救恩 拯救 这个是永恆的命运那么重要 所以保罗尔很着重这件事 我们或者有时我们在生活 我们要小心 我们就会常问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 其实我们更加可以最好问 这样的问法 如果我做这件事 我所做的 对福音的见证有没有妨碍呢 我有没有妨碍了人家信耶稣呢 这件事很重要 求知给我们时常有这样的心态 我所做的事 我所说的说话 我的态度 我的做法 有没有妨碍人家信耶稣呢 用这个标准就更好了 另外在积极方面 保罗尔反倒在各样的事上面 如果我们说 我们不要妨碍人家 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一方面消极不要妨碍人家 在积极上面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把福音表明出来 怎样表明 保罗尔一口气说了三十多项的事 就如在很多这样的事上面 本来我想前不知有没有时间讲到这里 当然可能都可以讲 这里三十多样东西 可以简单来去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这里用黄色字 那些出来 忍耐、患难、窮佛等等 留意下 后来那三个字 勤劳 这套勤劳不是说我要努力工作 这套勤劳就是说 是很努苦地做 做到很多 而那个警醒 就不是说 我们很省定、小心 这套警醒说的是 新日本说 不睡 没有睡觉 做到 有时睡眠都不够 连睡眠都顾不到 不吃就不是说有东西给他都不吃 有些日本也做禁食 这里其实是说到 他连吃都不能顾 耶稣有一次 他的忙到 吃饭都顾不得 他的家人就来找他 就觉得他好像癫狂 这个就是这样 保罗是说 在这些全部这些 这里列出来的第一类里面 就是说到一些 可以说是 在受苦方面的东西 没错 信耶稣有时都会遭遇痛苦不測的事 信耶稣不是说保证一帆封信的 但是信耶稣呢 在遭遇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却是可以在患难 在失意的当中 去彰显出我们的信仰 那个银力 我们的信仰 那个力量 和那个见证 神允许这些苦难不測发生 让我们有机会 表现出我们生命那种的封信 有位姐妹曾经说过 正是他遭遇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 那他那些熟的人 不知道亲人 他说 你这样也可以 如果比上我 我老早就倒了 就是他遭遇一些不好的事 但反而在这些不好的事 就令到他那些近身的人 看到 哇 你的生命 帮我生命 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就是 好像保罗在这里 在忍耐患难 确痛 窮佛困苦等等 这些事上面 表明自己是神的容忍 表明福音出来 跟着呢 六到八节 是另外一组词 在你的情绪表 我就用了戒书那里印出来 廉洁知识行忍 这些全部是好的事 这里就是说到 归纳起来 就是在一些 可以说道德操守上面 我们都要在各种 不同的生活状况里面 表现出一些 基督徒的美好的品德出来 这样的意思 快一点 到下面 这里就 说了七个对比 似乎是有惑人 却是诚实 似乎却是 似乎却是 七次 意思就好像说 看来好像这样 实质是这样 看来好像不为人知 实质是人所共之 看来好像就来要死 实质是活着 这样的意思 这里就是说到 有时候 我们要遵着 圣经的教导 去生活 做事 为人的时候 是会令到一些 未信主的人 可能会 觉得很难理解 你们这班基督徒 这样做 但基督徒 就是要在这些人 人家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 上面 显明我们自己 是遵行神的旨而活的 昨晚团契看了那套片 是讲到一些 阿米斯那些人 他们的社区里面 发生过一个学校的枪击案 那些新闻记者就看了 哇 这班阿米斯这些阿米什人 这些人 其实就是门诺会 即基督教信仰里面 一批人 哇 这班人 他们很主张和平 不要战争 饶恕 宽恕 那些新闻记者 我真的不可以想像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人家杀死了他的女儿 他可以去原谅那个人 原谅甚至说 向他的家人提出帮助 我真的想不明白 是啊 就好像这里 看来好像这样 实际是这样 是一种 他们那种生命的见证 就令到那些不信的人 就觉得好像匪夷所思 但是他们就在这些 这样的事情上面 来去仍然遵行圣经的教导 把福音表明了出来 总而知作为一个和平的福音的事者 那个生命的品质 在这些十节圣经里面 保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行动 这个感恩的行动 可能是传福音 也都是可能 拿我们的一些东西 帮我们分享 那些东西 送的东西 甚至每一次我奉献的时候 我就会说 这个不算什么 主耶稣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回报 一个表示 感恩 奉献 基督徒要奉献 不要这样看 而是看一个说 我感恩 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和平是者的生命的品质 感恩 并且有个行动 传救恩 而且在痛苦里面 在道德操守上面 在人所不能够了解的事情上面 将福音活出来 这个就是和平是者的品质 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劝告 我们一起祈祷 请我们主耶稣 我们恳求你 怜悯 赏免我们的亏欠 我们恳求主 用你的话语 深植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的时常 好像保罗一样 记住 凡我们所行的 是为福音的好处 是叫人同德福音 凡我们所行的 都不要妨碍别人得救 求主帮助我们 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帮助多祷 多谢大家 好多谢苏牧师 好多谢苏牧师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篇港帐 求神帮助我们 请大家起立 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 《像天空的甲子》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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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使我 愿意使我 成为福音的使者 全是十条 永恒不变的爱 祝福音乐 为传领 为传领 天国 和平的家里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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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平安的心心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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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者 全是自家 永恒不变的爱 为传愿地 天国和平地家里 使我真为 全福音地的知 向那些勇向困苦的人们 穿出现了 平安的心情 请坐 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苏牧师给我们的信息 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 你是神的儿女 你都应该表达你是神儿女的本质 继续有家事的报告 主任的司职人员已经登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那个迪述表 奉献我们现在仍然不会叫人去收奉献 各位有奉献 请你放在奉献箱里面 线上的祈祷会 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15分 大家可以参加 下个礼拜就是父亲决的主日崇拜 我们很特别 今次有英文部的天牧师 他说的见证 他的见证是《加福的信心》 透露一些给大家听 天牧师他爸爸 那个醉猫 因为喝酒 搞得家庭很大的麻烦 天牧师下个礼拜就说他父亲的改变 希望你们想听的话 都尽量回来听 中文团契在6月25号晚上7时半 继续有聚会 有诗歌分享 现在有背圣经 掌真团契每逢周四下午1点钟 刚刚上个礼拜开始了 以后每个礼拜四下午1点钟 会继续有掌真团契聚会 请客气了 我们一起唱赞美诗 我们一起唱赞美语 赞美语 请您站立的领受从神而来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夫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在座和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请坐麦土之后神明